仍然会是,因为军事技术是冷酷不清的。即使是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强国制定军事计划的时候,都会制定出把本国的一部分领土抛弃给敌人做战场的计划,因为这是地缘形势和军事形势的需要。 即使乌亥加入了北约,乌亥以为加入了北约就是安全保障,其实军事形势跟现在一样,北约在保卫乌亥的时候肯定会放弃东乌亥的大平原。 土耳其早就是北约承认过了,但是直到赫鲁晓夫时代,北约保卫的土耳其的计划,始终是放弃安卡拉以东的土耳其内陆。 如果土耳其和苏联发生战争的话,北约虽然比较精锐,但是规模比较小,死不起人,经不起消耗陆军,不会保卫土耳其内地。 土耳其对于北约来说宝贵的是什么?是军事坦明堡的海峡和土耳其在地中海沿的各港口。 安卡拉以东的内陆以及土耳其跟俄罗斯的边界纠纷,哪一块土地该画给俄罗斯,哪一块土地该画给亚明亚或者画给土耳其,对北约一点都不重要。 北约只准备在安卡拉以东留下一些游击中心,以游击战骚扰苏联占领军,准备把土耳其内地的大捆放弃给俄罗斯。 克鲁晓夫就很想利用这一点来离间土耳其和北约,他对土耳其说,你们以为加入了北约,美国人就保卫你,其实是一样的。 加入了北约,苏联还是想打就打,美国人事先就已经制定计划准备把你们的陆地抛起给苏联了,你们还是搞成边境纠纷。 边境纠纷只是卡尔斯那一块小地方,而美国和北约已经准备把安卡拉都送给我们苏联了,你能够守得住卡尔斯吗? 还不如早点跟苏联和解,退出北约,依靠苏联的善意来保护自己。 但是土耳其还是没有退出北约,只不过在边境纠纷上,土耳其确实让步了,因为他确实没有办法指望北约来替他收复私地,将来乌克兰也不可能指望北约来替他收复顿巴斯,或者如果哈尔科夫丢了,或者收复卡尔科夫的。 对于北约来说,哈尔科夫的顿巴斯一点都不重要。就像是卡尔斯或者是巴统,就是土耳其跟苏联亚美尼亚和苏联格鲁基尔发生领土纠纷的那些地方,也是以前的土耳其帝国跟俄罗斯帝国发生领土纠纷的那些地方。 卡尔斯和巴统的边界怎么划分,对于北约来说全然没有关系。乌克兰东西的边界怎么划分,对于北约来说也是全然没有关系。 对于北约来说,乌克兰宝贵的地方是它的黑海港口,土耳其宝贵的地方是它的低洞海港口。 东部边境,按理认为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吃点亏给俄罗斯干我们皮子,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俄罗斯的文宣一直说,土耳其投放北约没好处的。如果你投放了俄罗斯,俄罗斯可以在边界上给你一些让步,而且只有俄罗斯的陆军权能保护你,你投放了北约和美国,美国照样会把你抛弃给俄罗斯。 所以,乌克兰即使加入了北约,它在东部和北部陆地边界的形势一点都不会改善。 美国人制定的木战政策会跟现在一模一样,就是把哈尔克和东部沼泽地全都抛弃给俄罗斯,准备在那里打游击弹,用游击弹来消化俄罗斯。跟美国五十年代制定的保卫土耳其政策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众所周知,苏联在它最强盛的时代对土耳其的离间仍然没有发生效果,土耳其仍然不愿意放弃加入北约的重大好处。 如果不加入北约的话,土耳其会有现在的军事能力吗?它的输出的武器能够在非洲、中东各地所向披靡吗? 被北约抛弃的土耳其,它的军事水准能够达到埃及和伊拉克这个水准就差不多了,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凌驾于俄罗斯之上的军事水准。 就凭这一点点的好处,就足以超过赫鲁晓夫非常强的东部领土,争夺那一点土地利益远远不如北约对土耳其的军事改革和军事性的好处。 所以,尽管苏联民间提出的证据是铁一样有利的,没有问题,美国人的立场就是这样。 美国人不会为了内地流血的,美国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它看重的只是你的港口而已,但是美国人升级乌克兰军事系统以及把乌克兰纳入西方市场带来的好处,比起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纠纷,争取的那些领土的好处要大得多。 同样,俄罗斯得的那些领土好处,其实连经济制裁的坏处都不足以补偿,更不要说失去黑海造成的惨重打击了。 所以,基本形成就是这样。但是舆论制造者是不会考虑这些的。 他会说,只要美国不肯出兵乌克兰内地,就说明美国人是做出了让步或者进行的隋经。但是乌克兰并非是美国的盟国。 美国人没有义务。